欢迎大家回来 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第19讲 还是接着上一次的没有画完的继续 这个就是我要自己继续画了一点 现在咱们搜一下关于跳格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物图 要找一个比较可爱的是吧 侧面的根据咱们的需求来 包括他的洞是衣服配色 然后比例结构这些都要有大概的一个计划 你看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吧 这个小雕像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然后他的动态也比较好玩 这个都可以作为咱们的这个参考对象 然后咱们大概选选定这样一个呃 比较好玩的动态对吧 然后上节课咱们对这个插画的阴影啊 这些做了很多这样的描绘 现在就是大概的一个呃 阴影跟呃 羽毛的这样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细节 大概做成这样 咱们这节课找是画这个人物 人物的话 首先也得先考虑到他所在的这个呃 位置是吧 比如说人物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画面的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但你又不能画的太过于中心 其实太过于中心 他反而就让人感觉像一个靶子一样 不是很好看 所以说稍微偏这么一点点 这个呃 画面的构图咱们可能会稍微往右 到时候再往右会移一点 现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画 这个人物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对他进行就是 比较深入的去描绘他了 我先建一个涂层对吧 然后选定一款颜色 先是画他的这个脸部 插画里面他不会真的像人的这种皮肤是吧 有点泛黄这种这种一般不好看 他都会稍微画的偏红一点是吧 头发画的稍微褐色一点 因为他这个呃 呃 羽毛他就是深色的黑色的 你再画成黑色头发就 呃 没有对比了 就不好玩了 然后包括衣服是吧 他也是在 呃 这个 这个 羽毛里面 所以说要把他的衣服画的亮一些 他有黑色的呃 羽毛作为对比 对吧 他就是衬托 他就画这个黄色会更亮一些 首先 呃 包括这个小人 他 是吧 头身体 啊 大概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 按照咱们之前上这种结构可 他应该是比如说 呃 小孩 就是五个半头 是吧 六个头 如果是咱们画插画的话 如果更小一些 比如说四个头 是吧 他可能会更可爱一点 所以说咱们也会根据这种进行更改 现在是咱们画他的四肢 让他的啊 这样的粉色 对吧 跟脸一样的颜色 先能把他的这样的结构画出来 就是他的一个洞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让大家一看 他是正在进行跳鸽子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 首先得有比较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接下来你做深入的时候才不会说 呃 比较就是麻烦 如果你现在都没有把它做好的话 你深入了半天 画 画得很细致 但是大家 一看他还是做得很很粗糙 对吧 但结构都不对吗 就是很别扭一件事情 啊 这画里面咱们就包括给他画一个小红鞋 是吧 这个都是啊 就是符合这种小女孩那种感觉的 小红裙子 小红鞋 包括对他的这个 啊 包括对他这样的一个动态一个更改 包括把之前一个简单一个轮廓给他擦了 对吧 现在在画他的背部和他的裙子 让他比较有啊 比如说跳的一瞬间 然后裙摆向前然后突出出来 然后把他的四肢然后再进行一些细致的刻画 包括手的位置 脸部没有画比没有画整齐的地方也进行一些修改 包括哪里比如说小腿是吧 啊 包括大腿小腿他的一个啊 层叠或者是叠加关系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关系也好进行一些修改 人物越小可能他啊 所蕴含的东西也不能有一点马虎也需要比较细致的去完成的 争取让这个小女孩画出来以后 比较的啊干练一些 然后不会太拖泥带水 让人精力主要是在这个画面所表现的语意上面 而不是说啊 一看你的画面感觉小人他小孩他的就是各种动态不对是吧 包括他的这个五官感觉很别扭 然后包括他的翅膀 然后就是会挑出问题来 这样的话就不是一张好画了 咱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 呃 这个画面所表现的语意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感受画面 是吧 然后能够带来自己的思考 或者是对你所表现的主题有所认识 这个是最好的画 不能让大家觉得你这个画 比如说一直在赞叹你这个画 他的啊 技法很高超 或者是在赞美啊 你这个或者在批评你的画里面有很多的缺点 对吧 这样就是不是一幅好画 咱们就是尽量画过来以后 比较符合余意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能让大家啊 对这个作品不会产生 有分歧 然后包括你看 这小人他的胳膊腿啊 然后就会有他的一个一个明暗关系 包括头发 头发他也是像一个圆球形一样 他也有明暗 是吧 有层层次 就跟头一样 之前画比如说小小红色的地方 画脸蛋 画他的小鼻子 这些都是需要可能慢慢带过 对吧 后头发你觉得多了 可能需要再擦掉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 人物的比例上面就会比较协调一下 现在咱们画一下全字 他有一些医者 他是布吗 所以说他跳下来肯定会产生产生医者 这样的话 会更真实一些 而且他也有提及 衣服裹着裹着身子嘛 身子他也是一个圆柱形 你就想他衣服其实也会是一个圆柱形 这样画下来的话 就各方面都觉得他还比较符合现实的这么一种状况 包括对他的一些高光 明暗关系 医者的高光 是吧 这样的都进行一些简单的描绘 就会越来越细致的表现 啊 这个人物现有的状态 动态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插画的小创作 包括小胳膊 胳膊肘跟衣服 它之间的一定会有这样的阴影 是吧 简单的画一些 就感觉衣服就是胳膊从衣服里呃 撑出来了 伸出来 而不是说感觉啊 胳膊跟衣服它 它是同一个东西 要把它分开 这样的衣服的衣服 呃 提就是四肢四肢 这样的话就会 呃 比较比较 呃 有这种层次关系 如果人物画人物的时候就要注意他背部 如果胳膊举起来以后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变化 包括他背后的肩胛骨 是吧 让他的就是 他背部脊椎整个的一个感觉 然后一定要把它画对了 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动识也画出来了 我接下来画比如说这个鞋子对吧 然后包括手臂跟小腿 也会比较细致的去画 尤其是小腿 小腿啊 大腿啊 它也都是一个圆柱形嘛 然后他画出来以后肯定也是就是有各种的这种转折变化 尤其是画小腿的时候它其实还有一个小腿肚 它也是有几块肌肉组成起来的 所以说要把它肌肉跟骨骼的关系啊 画成画的比较正确一些 这个需要私下里是吧 大家能够比较好的去掌握这些结构关系 画出来的啊就会比较真实一些 然后鞋子它本身应该是的样子 然后啊 其他地方深入的时候像这种地方也要跟着一起画 如果再画一小点的话可能还需要再画一小段时间